但你本身其實也不太吃零食 其實我在香港吃很多 我來到韓國才不吃的原因是因為我找不到我喜歡的 但是no friend 我覺得可能我會回兜 這麼有感覺是零食 我有目的 有目的多少品走 我喝不著去 怪不得送開箱給我 原來這個是木實 然後剛剛E-Mart也送開箱給我 紫色很漂亮的紫色 但首先酒最重要 我開酒 酒最重要 不要說話 這個很難 很難用 怎麼會怎樣弄上來 不是這樣的嗎 我先用我的那個 怎麼弄出來 糟糕 先轉出來 但是白開了 白用的 今天唯一一次出汗就是開走這一刻 弄不出來 我會不會破壞了一瓶酒呢 我上次很容易 弄出來的 但是為什麼這個不行 為什麼呢 喂 可不可以 哦 可以了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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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幾經辛苦 我應該要先剝這個 為什麼我不剝這個 太心急了 好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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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甜的味道 好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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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要來開箱剛才買的東西 但我發現剛才買的都是零食 因為他也發現零食才比較適合我 其實E-Mart我本來是經常買的 但有些東西可能是冷藏的 所以我就沒特別想試 好 先試什麼 我們試了... 我們由大吃到小 大吃到小 這個芝士寶寶 好像是鹹吃到甜的 好好好 吃這個芝士寶 既然這麼多人推介 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這個 我想起時興龍 是那個味道嗎 我覺得像 那我喜歡 聞起來是... 這個停不住 我也是這樣 我怎麼辦 吃多幾塊 手就開始有芝士粉 然後就這樣煮 怎麼辦 我待會要吃飯 你自己也好 吃太多零食 你待會吃不下飯 這個好吃 這個可以用來做眼珠 這個就是... 蕃薯薯片 我超喜歡吃蕃薯 所以我應該會超喜歡這個 它很漂亮 它這樣紫色 你沒有吃過這個 我真的很少吃不太多 它甜是甜於... 本身的苦瓜嗎 不是喔 是那些粉甜 那些粉甜 因為... 它發夜本身是鹹的 所以會不會是... 發夜本身是薯仔 但是那些粉的苦瓜呢 是 它真的 因為它寫著 紫色的薯仔粉末 乾燥的蕃薯仔... plake 是不是 不知道 應該它的底部就是薯仔 所以其實它也是薯仔 它不是番薯 古古白味的薯片 不是番薯片 它自己說是Sweet potato chip Sweet potato chips Sweet的Potato chips 就是捉耳塞 但它是Purple Sweet Potato 我應該是紫色嗎 我應該... 真的騙人 我不會說他騙人 但我覺得很好吃 純粹 如果是紫色的話 我比較開心 但我覺得如果吃光 我看到我可能會買 一間買 很好吃 沒什麼味道的 栗子的話應該 好吃的很普通的栗子 以前的黑鍋都經常買 好喜歡 它是很濕 我以為它很乾 它就是很正常的 平時吃過N次的栗子 但是很好吃的 好吃的蝦栗子 這個我喜歡吃栗子的人 可以利用它 來做栗子甜品 我覺得我會把它做栗子蛋糕 你已經開始在想 可以做什麼吃 我不是上了來 這陣子真的很喜歡煮的 這個就不是no brand 這個是Gina介紹的冬菇乾 好可愛 它聞起來沒有冬菇味 嗯 感覺不感覺 它那個冬菇味後來才爆出來 是啊 但是它是真冬菇來的 真冬菇 超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它不像真的好冬菇好冬菇 真實的冬菇 我覺得冬菇味重很多 或者我是不是想到乾的冬菇 因為乾冬菇是很重的 冬菇味 嗯 有點偏鹹 但是我覺得不像吃冬菇 我覺得好吃 但是我覺得不像冬菇 可能你剛才我吃之前已經說太誇張 然後我期望有點過高 有個期望 你不應該不跟我說 如果你不跟我說過 我應該會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是好吃的 我覺得好吃 可以 好多人不喜歡吃冬菇 我沒有最愛吃 然後就是甜的部分了 巧克力 我想要解刀 巧克力 謝謝 這些就是人家用的朋友 但它是Banana 其實我媽媽喜歡Banana 它這個是香蕉的 這叫什麼 中文 澳門的肉鬆卷的 那些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明白了 這樣幾好 我讀了包裝三塊 好香啊它花生味 它很薄片 很薄片 超薄 感覺上沒有那麼有負擔 但是花生的味道比較重 它不是Banana 它是用巧克力花生 但巧克力的味道好像被花生蓋過了 你會覺得是花生卷裡面有少許巧克力 而不是花生和巧克力一半一半 就像是花生醬是主角 對 對 就是好吃的 我覺得 至少我不介意再翻兜它 因為其實 有很多韓國的零食我不是那麼喜歡 但你本身其實也不是好吃的零食 其實我在香港上很多 我來到韓國才不吃 原因是因為我找不到我喜歡的 但是no friend 我覺得可能我會再翻兜 這個是巧克力 Waffle O Woi Polo 這個應該很好吃 看它 通常這些樣子很難不好吃 現在很熱 喝酒 蟹不錯 嗯 就是蟹不錯 沒什麼特別 嗯 吃過很多自己的味道 嗯 剛剛這個有驚奇一點 那個花生 剛剛這個有驚奇一點 就是蟹不錯 對 然後大家很推的這個巧克力曲奇 究竟 是不是真的好吃到這樣 韓國那些旅行社推介這個 是不是因為它夠大盤 所以感覺上CP值 嗯 它可以這樣獨立包裝 四塊來的 我本來以為是超大塊 它這麼大盤 如果它不是獨立包裝 其實都不太軟 很淡 很淡 清清口 它賣相就是普通平常會看到的 巧克力碎粒的餅乾 很淡 很淡 這個樣子是什麼意思 它剛剛是我不喜歡吃的巧克力 真的嗎 嗯 整塊部分你會有感覺 我覺得它不真的 因為大家可能推牛油 牛油的話 可能會比較合適 但是如果巧克力的話 我覺得有股麵粉味 還是 尤其是前面吃了兩個好吃的巧克力之後 它更加有一個強烈的對比 嗯 如果它第一個吃的話 可能我都可以接受它 欸 想不到這個會伏 但它是唯一一個伏 啊 好 sad 會不會有人喜歡 我知道為什麼我一直以來都沒有特別買no brand的原因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呢 no brand都是這樣黃色的包裝 然後其實 說真的我看到它這個包裝 雖然包裝有時候不代表它的味道 但通常我看到這些包裝 我就會覺得它是不好味 但這些是好味的 只不過今晚它是好味的 但是 它就算是應驗了我的想法 如果這個包裝沒有跟你說 你會不會覺得它好吃 這個包裝其實我看到菇 因為看到它是菇 所以我會想試它 但如果我看到它黃色的話 我未必想買 因為真的我覺得不漂亮 你試想想如果這個全部上面都是菇 這樣 我不想買 我覺得哇 神經病 這麼大的菇 怎麼吃啊 我會覺得這樣 所以 有一點點 失望 也不可以的 但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好吃的 對 就是這樣 所以 希望 今天這條影片可以給大家參考 就是 不是每一間店都有相同的東西買 有些東西只有專門店才有 是衣襪裡面的 No brand是找不到的 其實現在衣襪很多東西都可以送到海外 大家會不會以為這個廣告 這個不是廣告 但是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有特地買No brand的東西吃 那我猜可能大家有吃過這個 大家覺得這個好不好吃 總之 我覺得它不是很適合我的 但 應該有很多人覺得它好吃 所以才推薦 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目前其他都OK好吃 希望今次這條影片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我們拍這條影片再見 再見 謝謝大哥收看 Bye Cheers 幸好有酒 否則我會很生氣 Cheers Bye Bye